7点21分早安气象时间 有可能在今天就会发布中台卡努的陆上台风警报 不过在此之前在海边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尤其是在东北部地区则是要留意 现在还是纳入海上警报的一个范围 那么在过去几个小时 卡努台风维持中台的强度 但是它的暴风圈依旧很大 7级暴风半径有280公里 而刚刚提到了 有可能在今天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原因带大家来看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它的暴风圈就会接触到我们100公里的海上警戒范围 而另外在明天的大约是接近中午前后 暴风圈就有可能会接触到我们的陆地 特别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 目前有6到7成暴风圈触入的机会 而在晚上的时候 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暴风圈侵袭的范围 已经涵盖到了我们北部地区 那么预计是在周五周六的时候 台风才会逐渐往日本或是南韩的地方前进 但是偏偏它在我们北部海面 打转的时间非常久 而且移动速度很慢 因此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原因 我们就要带你来看主要就是因为它现在的导引气流不明显 就是因为在它北边有太平洋高压挡着 让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往北来转来移动 但是接下来等到太平洋高压减弱之后 位置调整 开始有比较明显的导引气流 它才会快速的北转离开 不过在此之前就要留意了 它在台湾影响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而且还有可能会是今年主要的一个长寿台 就是因为它真的目前为止影响的时间可能会长达两个星期 而接下来在南边反而会有太平洋高压 逐渐的往西升过来 所以说短时间内会不会在南边还有其他的台风生成呢 就要看到时候高压影响的一个位置了 不过呢不管怎样 这个台风一定会为我们带来降雨 特别是在北部地区还有山区 尤其越往北的部分降雨越明显 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较大雨势 越往南的部分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可能是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但是呢接下来就是要留意了 等到台风慢慢远离之后 西南风就要增强 而西南风增强之后反而换中南部地区 雨势会变得比较大比较明显 而且降雨的时间很长 所以帮大家统整一下 在周四周五的时候 包含在今天北部地区的雨势会越来越明显 这种台风的一波一波扫进来的间歇性降雨呢 会越来越大 但是周六开始到下周二这段时间 反倒是中南部特别是南部地区 雨势会变得比较明显 北部地区东半部则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所以待你来看 在今天的一个降雨趋势 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在北部地区特别是山区 就会有一些较大雨势出现 越晚雨势越明显 到了明天北部同样要留意 可能会有累积雨量 100毫米以上这样子的局部大雨出现 记得雨三雨距都一定要带在身上 不过倒是呢 在东半部地区因为位处于被封测 所以今天有可能会出现36度高温 特别是花东地区还有机会出现焚风 所以说呢 东西天气大不同 在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反而要严防中暑 那么呢 在西半部的观众朋友 就要留意台风的威胁了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接着也好 谢谢大家